以西结书第四章 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 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 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 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 就是三百九十日 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 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 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 我给你定规侧卧四十日 一日顶一年 你要露出榜臂 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 说预言攻击这城 我用绳索捆绑你 使你不能辗转 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 你要取小麦 大麦 豆子 红豆 小米 粗麦 装在一个器皿中 用椅为自己做饼 要按你侧卧的三百九十日吃这饼 你所吃的要按份量吃 每日二十舍克勒 按时而吃 你喝水也要按质子 每日喝一心六分之一 按时而喝 你吃这饼 像吃大麦饼一样 要用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烤 耶和华说 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 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 我说 嗨 主耶和华呀 我素来未曾被玷污 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自死的 或被野兽撕裂的 那可增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 于是他对我说 看啊 我给你牛份带起人份 你要将你的饼烤在旗上 他又对我说 人子啊 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 就是断绝他们的粮 他们吃饼要按份量忧虑而吃 喝水也要按质子金黄而喝 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金黄 因自己的罪孽消灭